把刚刚的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上礼拜做的这个公式 我要把它丢到VBA里面让它执行的话 以后如果你有这种需求 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VBA要怎么写 但至少你会写什么 写丢公式的这个部分 要把这个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让它执行 那记得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如果它公式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要把它变成两个 一个变成两个 那一个变两个 如果你这边很多的话 你要用肉眼自己去改 很容易改错 所以你可以用记事本来辅助 第二个因为你要向下 向下的话 那它输出只会都是1515数 所以第二个你要把15改成I 这个15的话你要把它改成用I来取代 那I的话你不能直接放 所以我有讲过 反正这两个讲义里面都有 所以你只要不要改错 以后你的公式就可以放在VBA里面被执行 那主要为什么这边会举这个例子 因为DATIF很重要 但是VBA里面没有一个函数可以取代它 那如果你不会用DATIF去算那个日期 其实最重要是算年算月的话 那其实很麻烦嘛 你不能永远把年当365天 月你不能当30天 所以用DATIF其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麻烦 OK 那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们如果要能够执行的话 那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你一样是VBA里面 反正就是输入插入一个也许叫年龄好了 我们刚刚叫计算把它改一下 然后呢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15列到向下追踪的列 那记得哦 底下这边如果有那个题目你就把它删掉 那向下追踪主要是复习啦 本来是19 讲义里面是19啦 那因为这个向下追踪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边再复习一下 本来是19 那这边也许你把它改成向下追踪 这个也许就是自己再把它改 因为如果你没有向下追踪资料如果更新的话 那你会变成说还要自己再来改程式 那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就是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丢到H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缩小H里面 那就是输入成这样 Sales ID的H栏等于没有 那我们就把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之后 切到习惯上会切到祭祀本 那特别注意哦 不是说所有都要祭祀本取代 那种可能是太多个单引号 双引号的话才需要取代 不然的话自己加两个你就自己就取代一下就好 如果除非是两个以上很多个很容易出错的话 你就什么 在祭祀本里面编辑取代一下 OK 然后把它全部取代 这样子是很方便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像我写有时候写程式哦 如果那个程式很冗长 然后呢 在VBA环境不好处理哦 有时候也会在祭祀本里面代表一下 然后再做完再贴过去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没有人规定说程式一定要怎么写啦 只要是很精确 不要做错的那种写法都是好方法 这个方法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啦 OK 书本里面也不会这样讲嘛 这当然就是一种取巧的方法 前提是不要做错 OK 所以你把它怎么样 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这个VBA里面 这个双引号里面 把它贴上 OK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把什么呢 再把15这部分改一下 改成那个I 改的方法 我建议你就背口诀算了 双引号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 再移到中间把它改个I 那end前后呢 把它空白一下 其实这一定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以后 干脆你就把它背口诀 做完一个之后 你就把15的部分 再把这一串复制贴到那个15的这个地方 贴 贴 OK 贴 建议啦 就是一定要做得很熟 要怎么样才叫熟 就是真的就是很流畅 一次就做对 只要你有一个地方做错 后面执行就会出错了 好 那做完之后呢 再把什么呢 这个按钮自动做出来 两个按钮 这样的话呢 就完工了 OK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 把同样的方法 用在前面练习过的范例 太多了嘛 前面我们不是有蛮多地方 输出可不可以用公式输出 可以太多地方了 不过等一下 前面有蛮多范例 想请各位自己在做练习 像什么地方呢 你也许可以把那个之前我们练习过的范例 也许哪一个部分呢 像那个前面讲过的逻辑函数好了 那逻辑函数你把它打开了 假设了 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些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像 这个 合格不合格 这个部分 或者是说 这个地方 其实你也通通可以用什么 丢公式的方法来 产生最后的结果 那我们之前教的是用VBA 在VBA里面做完结果再丢 所以这边你也可以怎么样 不一定说VBA处理吧 你干脆直接丢公式 可以啊 太多地方可以做了 那 像这边也是这样 符合条件跟不符合条件 你也可以把这一串公式怎么样 丢到这里面来 写个VBA就好了 应该可以懂得怎么做吧 像这个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 第一个一样什么 把里面的双引号变成两个 OK 第二个的话呢 找到它的列 第五列 所以第五列里面的话 像D5 E5 E5 总共一样有三个 你就把它改成I 然后旁边加一个按钮 老人津贴 就会自动按下去 自动VBA里面的结果也会出现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这种应用实在太好用了 太方便了 即便你有些地方想不出来 VBA怎么写 至少你丢公式会吧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也许再去找一些相关练习 反正多多练习以后熟练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计算 很麻烦的 像比如说呢 奥运日期 好了 奥运日期改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2016已经过了 刚刚改2020 那东京奥运我记得我有查过是 好像是7月24号那天是开幕 7月24 OK 7月24 好 假如7月24这一天是奥运当天 那 当奥运当天 所以把它这边加一个等号 等于哪一个储存格 就等于这个储存格 把它的资料搬过来 好 2020的7月24 那请问一下奥运的后三个月 意思是三个月之后 那就是10月24 可是问题来了 他这里面有年月日 你不能说我要加三个月之后 那我加加90天吗 不对啊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去运算的时候 你要计算的是月 那特别注意 你第一个必须要使用 插入函数里面的 日期时间里面第一个 因为呢 运算的是一个日期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用什么 用Date函数 第二个呢 你要会计算 要把上面的日期的年抓过来 所以你要用year 上面日期的月抓过来 month day 所以 Date year month 要不需要四个才能做计算 计算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 Date 按确定 然后呢 year 他问你说那你要产生的这个日期的月 年在哪里 年在这里 所以 那可是问题你点他 他会把年月日都带过来 所以呢 你知道怎么带一个year 所以呢 这边就打一个year 所以这边打一个year 刮壶 我要抓 上面这个日期的年的部分 那月的话呢 就慢死 前刮壶 然后再指向这一个 OK 然后呢 日的话呢 就是也是一样 加一个day Date 刮壶 然后指向 以向c3 那计算你想说老师要怎么计算 很简单 month 请你在这边计算 因为他先把它抽离出来 分别计算 OK 懂那意思吧 因为一个日期是有三个讯息 年月日 可是问题你不能说我要针对月来计算 那我怎么办 就必须先分开 分开之后呢 计算完之后再串在一起 所以Date主要是串在一起 OK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加上什么 加上三个月 那你会发现呢 10月24 按确定 它就出来了 OK 应该懂了逻辑 所以日期的计算非常麻烦 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还真的 有问题 那另外的话呢 后 就是这个是后三个月是加三 那前三个月其实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再到底下这部分把它贴上算了 那后三个月就是曼时 实际上就是什么 曼时本来是加三 把它改成减三 减 所以这边改成减 减三 就是 7月的前三个月 那就4月24 OK 没问题 这样就可以做计算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变化题了哦 前三年后三年的话 那其实年就是从义尔这边去做计算 月从曼时 天的话呢 就是 对着这边啊 不过日的话比较简单 如果你要加三天哦 你不要 不需要的麻烦 你就直接加三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数字嘛 日期的日加减比较简单 你就加三哦 你不要没事用这个地方 当然也可以啦 比如说三天后的话 你这边加三可不可以 但是其实啊 如果你加三 它一样会是7月27嘛 可是其实不用那么笨 为什么 因为啊 如果加三天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是吧 等于 上面这个日期 加上 3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前面讲过啊 因为日期就是一个整数嘛 结果一模一样 那你用dance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 当然你要选聪明一点的办法嘛 你不要没事什么都用dance 所以dance在计算月跟年OK啦 日的话不用麻烦 就直接加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那还有呢 那个 计算 时间的部分的话 就是概念相同 只是说你要用time 有没有 time函数哦 所以它一个时间里面有10分秒嘛 那一样是hourminisecond 只是把year-day改成hourminisecond 然后去做计算 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啦 那 只是说呢 计算月很麻烦 所以呢 这个eSale蛮贴心的 它帮你弄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函数叫eDay 所以底下这边有eDay函数 eDay函数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它帮你 它为了帮你解决刚刚这个麻烦 计算月份的 有eDay 怎么做呢 插入函数 如果说你今天找到eDay函数 那它会问你说star day 就奥运这一天 三个月之后呢 那输入3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但是它返还会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只要按右键 再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日期 它就会出现的是 我们要的结果 不过特别注意 eDay函数 只能够用来计算月 它不能计算年哦 跟年无关哦 所以 可是你会发现啦 如果eDay这么好用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什么 eDay for year的 for年的 可是没有 年就不行了 月还有eDay 所以有没有一个版本 像eDay for year的 没有哦 没有的话 那当然哦 你就只能用刚刚的方法 用什么 用Date函数 如果前后三年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只能够用 这个刚刚讲的方法 就是你必须用什么 如果年的部分 就只能在这个地方 前三年 那就是 应该是减三 前三年吧 那后三年就是加三 你必须要在 Date函数里面做运算 才OK 好 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 试一下这个 eDay函数 eDay只能够针对什么 针对月份去做计算 OK 所以 那其他还有什么呢 其他还有像 那个日啊 日的话后面有 Ti函数 那Ti函数呢 怎么做计算 其实在我们讲义里面呢 也有一个说明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计算时间 比如说呢 我是几分钟 52秒钟 那52秒其实就是在 second这个地方 加一下就好了 所以后面那个 时间的计算 你们可以切到 Ti的这一个 然后第一个先把它格式化成时间 所以格式化怎么格式 第一个 一样找到Ti函数 把前面的10分秒 全部加进来 10 然后mini是分 second是秒 OK 这样格式化之后呢 它就会是一个标准的 日 时间 时间 不过时间 你会发现 时间回来是一个小数点 但是它如果配上格式 就看到是 7.50分40秒 然后向下填满 其他日期就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练习什么 假如是52秒之后的话 52秒 比如这个时间的52秒 那怎么做 这个时间的52秒 那你就是 其实 就是一样啦 插入函数嘛 我们刚刚讲过的 你就必须怎么样 再用Ti函数 OK 这很麻烦 有没有 Ti函数 然后怎么样呢 跟刚刚一样 这个函数 Ti函数 然后抓这个的 奥尔 所以怎么样 打一个奥尔 OK 做法一模一样 然后呢 把这个日期的 小时 所以七点 然后把这个的mini 还好前面有那个引数的名称 就是这个函数名称 你就照打 这个的mini 那Second的话呢 就是这个的Second Second 如果你要52秒的话记得哦 就是在秒的地方呢 加上52 按个确定 不过你会发现它会超过60秒 你不会7点52分92秒 没有这东西啊 不过它其实还蛮聪明的 按确定会怎么样 它会帮你怎么样 敬畏 OK OK 这边有错吗 我看哦 秒啊 我把它打到这边 这个少刮糊了 把它剪下来 有没有 mini 我这边后面好像打错了 应该后刮糊 打到斗点 好 hour minisecond 我在Second的后面加上52就对了 加52之后按确定看看对不对 这个时候出现了 但是我格式把它改一下 改成有那个10分秒 时间的话有10分秒 OK 10分秒都有的这个格式 好 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进位 加了52秒之后 它就等于是 92秒 自动帮你进一分钟 OK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自己在 练习那个time函数 比如说 下面这个是12分钟之后 10个小时之后 或者两个时间相加 两个时间相加的话 它就是time 它的hour加它的hour 它的mini加它的mini 它的second加它的second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不这样做 没办法 一定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OK 除非怎么样呢 你要去找到 或者是自己去写制定函数 才有办法更简化流程 OK 所以日期时间 都一定要用date跟time函数 去做格式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这个 e-day跟today today 先试着做做看 那其他weekday跟ymd 这个其实前面好像有讲过类似的 也可以自己练习 那待会再来看那个计算公时 就是networkdays加workdays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综合练习 待会再看 试一下那个e-day 然后time函数 那time我这边只有做一个啦 底下的话 请各位自己在练习 就是52秒之后 12分钟10个小时 2个小时32分54秒之后 OK 那其实答案就在